欢迎来小声,我是喜耀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新闻,请看一下 在昨天呢,这个伊斯兰党的老二 真的是狠狠的抽了拉马沙米两个耳光 他就直接表态说呢 伊斯兰党从来没有想过要接纳 拉马沙米的民共党 不过呢,当然有一点点回旋的余地 就是呢,如果往后要合作 那我们可以考虑 所以我才会讲呢 拉马沙米听到这个新闻呢 真的恨不得要找一个洞砖进去 因为之前一直表达要跟国盟合作的 就是拉马沙米本身而已吧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伊党跟拉马沙米 各自在打着什么小算盘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 最终到底这两者之间 会采取怎样的一个合作 或者是互动方式呢 首先呢,我们先聊拉马沙米的部分 它的部分呢,其实相对简单的很多 有没有人真的认为 它是为正义发言 为人民发声呢 如果真的有,你写一个333 如果你觉得它讲的是狗屁话的话呢 你写一个666啦 其实你看它在做槟城州副首长的时候 它在西蒙的时候 它有讲过任何的东西吗? 没有 然后呢,是推出了行动党之后 才开始呢 要为这个应议群体发言啊 然后开始各式各样的 要扯这个西蒙的后腿 我觉得理由也是非常的直接的 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方法 保持政治的热度 然后最终的归属 就是加入国盟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 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底下 你如果出来走这个独立候选人 或者你要做所谓的小党 要搞这个第三势力 其实是没有什么生存空间的 它的这一些作为 一直去针对西蒙 就是希望在某一程度上呢 让国盟认同它 希望让国盟知道说呢 它可以拉拢部分的 这个应议的这个群体 从而呢,被吸纳进去 然后变成类似于 国阵里面的国大党 我认为这是拉马撒米呢 心里的算盘 但是呢 在今天就是给伊斯兰党的老二 直接打脸 然后呢,把这个门关上了 所以实际上到底 拉马撒米往后的路 要怎么走呢 这一个稍等的时候 我们会详细的聊到 那现在我们再看回伊斯兰党这一遍 伊斯兰党这次 为什么会表态 要拒绝这个民共党 要拒绝拉马撒米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他们自家其实也是有这个应议政党的 OK 其实这个理由也是相当合理一下的 总不可能呢 你又要跟这个拉马撒米那边 没来演去 这样的话呢 你要怎样对你自家的这个应议政党交代 还有,也不要忘记 土团里面也是有非穆斯林逼巴克 所以伊斯兰党的这一番表态 其实就是希望国盟里面 不要继续再乱的 不过呢 要怎么去解释 这个伊党老二后面的那句话呢 就是不排除往后 跟这个民共党 跟拉马撒米有未来的合作呢 其实有一个人呢 早就已经给我们作为这个参照物了 就是老马马哈迪 其实你不觉得马哈迪跟这个拉马撒米 某程度来讲非常的像嘛 他们的处境可以讲说是一模一样的 OK 老马也是从这个西门跑出来 要搞这个土团 拉马撒米也是这样 这个老马在上一届的这个大选的时候 输到安贵金都没有 OK 跟拉马撒米一样 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议席 也得不到人民的这个支持 那拉马之后跟伊斯兰党的关系是怎样呢 OK 伊党就委任他 作为一个四周的非政治顾问 OK 有合作 但是呢 这个合作呢 是没有任何的政治资源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党纪 OK 就是呢 口头上给你一个承诺 给你一个名号 让你呢 能够帮国盟发言 但是呢 你讲说要让你上针 没有门路 OK 就是呢 给你一个名号这样咯 让你继续为他卖命 所以 相同的东西 拉马撒米如果跟伊斯兰党合作 我相信伊斯兰党会如法炮制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给他 可能呢 就是 把他委任成为这个英语群体的顾问 OK 然后呢 拉马撒米就会很卖力的 去帮国盟呢 去争取很多的英语的这个选票 不过呢 他绝对不会认可拉马撒米 加入国盟也不会给他任何代表国盟上针的这个机会 所以 我觉得这就是伊斯兰党的拯救算盘 OK 既要你的一小小的这个影响力 但是呢 不想要你进来国盟里面去缴合现有既定的这个实力 大家要知道 现在国盟里面要抢上针的一席已经抢到头破血流了 近期呢 连伊党跟土团都开始有这个牙齿印 到底谁要上赠这个能级里的一席 到现在可以讲说还没有定下来的 那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地方呢 可以容得下一个民共党 一个拉马撒米进来 要去抢土团 要去抢这个民政的这个一席 所以 其实现在呢 已经是非常清楚的 拉马撒米想进来 但是人家已经拒绝了他们 而未来如果真的有任何合作的可能 也顶多会是这种非正式顾问 至少就是不会让你加入进去的这种合作方式 而这种合作方式 对于伊党这样子的这个老狐狸来讲呢 其实是最合理不过的 因为可以让你为他卖命 又不需要出一分钱 一丁点的这个政治资源 如果拉马撒米看得透这一切的话呢 其实他应该就会开始 越来越沉默 然后呢 慢慢的淡出去了 要不然其实这样搞下去呢 到最后也是毫无成果的 所以这期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